王首一时三项 邀请接下来书盘 道德观察 恋爱八个月 他却与女友从未谋面 我在这想 我哪里不对呢 一部手机 一个背影 让恋情变得扑朔迷离 是真爱 还是陷阱 你要多休息 多吃点饭 怎么怎么样 他如何才能走出迷雾 厘清真相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手机背后的你 2015年6月 在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打工的年轻人张强 正在经历一场恋爱的烦恼 对于29岁的张强来说 这几个月的生活悲喜交加 我在这想 我哪里不对了 我每个月给你钱花 然后你就是不肯出来见面 然后你这肯定心里面有鬼 然后后来他就说 不是别有用心 就是心里面有鬼 然后他就说 我心里面没鬼 我说没鬼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见面 事情的起因在于张强想约女朋友出来见个面 可是女朋友一直都不肯答应 张强既愤怒又生气 前思后想之后 竟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给所在管辖区域的派出所 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谈恋爱 谈出了矛盾 就打110报警 用现在的话说 这个张强真是够任性的 先不说张强有多任性 按照程序 民警们应该对张强说服教育 然后让他自己回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但是派出所真给他立案了 这说明张强的这场恋爱中 他经历的事 性质不是私人矛盾这么简单 张强经历了什么呀 男孩刚开始到我们公安机关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的时候 虽然就是说我们帮他把材料做下来了 我们也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2015年6月25号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 周山河街区派出所的民警 确实接到了张强的报案 在接待张强的整个过程中 民警们充满了疑惑和警觉 那一天张强给民警们讲述了一段 匪夷所思 复杂曲折的恋爱经历 张强在泰州出生长大 20岁出头的时候入武参军 到西北当了三年的兵 复原回到家乡以后 就在泰州市医药高新区的一个剧院 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这几年让张强最头疼的就是找对象结婚的问题 对于这个事情 家里的父母和长辈都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可是张强一直没有接触过合适的女孩 张强从事保安的工作 每天上班的内容非常单调 朋友圈也很有限 2014年的夏天 张强结识了一个新朋友 从此他简单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朋友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保洁公 应该说 他不光是在那边打造鬼神 可能还兼顾就是说 门口停车啊什么东西的 两个人经常在门口停车场会遇到 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 接触多了以后就熟悉起来 保洁公所工作的酒店和张强所工作的剧院 只有一墙之隔 张强亲切地管保洁公 叫大叔 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民感觉 本身脸上黑兮兮的 然后那个挺穷苦的地方 然后就感觉很令人同情的感觉 然后就是通过 通过他 我感觉他为人还是比较真实的 在两个人平日闲聊的过程中 保洁大叔看出了张强找不到对象的苦恼 就主动提出来 把自己认识的一个女孩 介绍给张强 这个消息让张强欣喜若狂 这个保洁大叔还真是热心 立刻就带着张强去见了那个女孩 但是当天没见着 没见着的原因 据这大叔说 是因为那女孩太腼腆 有点不好意思 张强就远远地看了女孩一眼 他觉得挺满意 他就向保洁大叔要了那个女孩的手机号 那会儿张强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这个头开得很顺利 所以他心里对这个保洁大叔充满了感激 而且多了几分信任 有了对方的手机号 张强的生活变得充实了起来 他每天用手机跟这个女孩发短信聊天 有关心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就是问她 比如说今天工作到几点 工作内容 就是什么工作内容是什么 一天执行一下的累不累之类的东西 现在的短信内容也有的 过了几天 女孩在短信中告诉张强 同意和她建立恋爱关系 这对张强来说是巨大的动力 她有了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感觉 她真正感觉到 自己有了一个女朋友 她幸福极了 发短信就聊些 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你现在累不累啊 工作别辛苦了 然后就是 她就说现在不累 然后说是 你要多休息啊 多吃点饭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她就也在这样安慰我 我心里面也感觉 好像有点靠谱 在张强的手机中存了上千条这样的信息 上班辛苦了 我心中只有你 我永远支持你 你觉得我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的 黄色的信息是张强发出去的 蓝色的信息是女孩发给张强的 有时一天两个人会互相发送几十条 从张强给女孩发的短信中能看出 她投入了很深的感情 张强很快就把恋爱的进展告诉了宝洁大叔 宝洁大叔劝张强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然后就是说 谈得像吗 肯定要花钱了 然后 然后她就说 你 你的 你的单位拿多少钱一个月 我就说 我拿两千块钱一个月 然后她说 每个月几号发工资 然后 我就说是十号 然后老老师就说的 没过几天 女孩第一次在短信中向张强借钱 她就说 电动车骑车坏了 然后她问我 能不能把 能不能借她点钱 然后 买辆电动车 然后我说行 然后她说 那个 行动不如行动 你就 你就看 我就看你的表现 然后她就 我就给了她三千块钱 张强提出送钱的时候 见女孩一面 女孩却让张强 通过宝洁大叔转交 拒绝了见面的要求 我说你最起码 让我看一下她家住在哪里 然后 我就天天就逼着那个眉人 那个眉人就说 我知道她家住在哪 但是我 肯定不会让你过去的 看到这儿 您明白了吗 反正我是明白了 张强给这女孩 买电动车的钱以后 这女孩又说手机坏了 想买个新手机 然后又是买衣服 然后就是给电话充值 等等等等吧 反正是各种生活所需 都让张强出钱 每个月张强一发工资 除了生活费 剩下的钱就都给宝洁大叔了 几个月下来 各种花销加一块 张强花了一万多块钱了 花了这么多钱 张强连人家女孩叫什么都不知道 每次收到张强的钱或者礼物 女孩都会发出一条信息表示感谢 大叔把手机给我了 我心里太高兴了 大叔给我说是手机 大叔说他对你是真好 我眼里流出泪水来了 我有你对我的爱 我真是很开心 但是每次张强一提出见面 女孩都会以各种理由回绝 我不知道大叔给你说过没有 我从前有个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三年零十个月 后来他就去当兵了 他在部队里有了别的女孩子 不是我不想给你见面 我是怕再分手 我就无法见人了 其他的微信 什么视频 什么QQ 他都不 其实他不会 然后他就说女孩子不让用 然后说是不相信这些 然后网上谈了好多对象都不行 相信了这些理由 张强继续在每个月发工资以后 把钱转交给保洁大叔 保洁大叔也一直劝张强 要相信这个女朋友 然后说是 那个女孩子她心里面受伤了 怎么样 然后说是 之前被一个当兵的骗了 然后说 应该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他就是说 你要怎么怎么安慰她 然后就是要我花钱 张强也曾怀疑过 他试图不再满足女孩 在钱财上的要求 可是每一次女孩 都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 以张强不信任她为由提出分手 而失去好不容易才找的女朋友 正是张强内心最恐惧的 张强好像掉进了一个怪圈 她付钱 她想求得一份精神上的恋爱 可她永远也见不到 跟她谈恋爱的这个女孩 一直到2015年4月份 这女孩再也不给张强发信息了 张强一开始还以为 是不是她追问的次数多了 人家女孩有意回避呀 所以她就去求保洁大叔 帮忙去做做那个女孩的工作 可就在同时 保洁大叔也失踪了 这个时候张强才意识到 他可能被骗了 他报案了 但是男孩刚开始的时候 是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给我们 因为他还指望着这个大叔 能够真的把他 把他把这个对象解说成 他还抱着一种话 对对对 觉得还有见面的这个可能 对 他虽然当时已经觉得 有点不对劲了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希望 周山河街区派出所的民警们 当即断定 张强所经历的事情 是一起诈骗案件 之后他们找到了 涉嫌诈骗的保洁公 也就是给张强介绍对象的 保洁大叔 他的真名叫董志勇 实际上是你自己冒充他的对象 跟他聊天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问他要钱是吧 据董志勇交代 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的存在 八个月以来 一直是他用不记名的手机卡 与张强互发信息 冒充一个想谈恋爱的女孩 用甜言蜜语骗取钱财 董志勇的认罪是你自己冒充的 我每天用 我每天用 我每天都不够用 他就没有 他就什么 董某年龄稍微有点大 他自己本身身体不好 心脏有问题 他去医院检查过 要做心脏半膜手术 这手术费用非常昂贵 非常昂贵啊 然后家庭负担比较重 董志勇的认罪 让张强看清了真相 虽然打击很大 但张强终于明白 董志勇就是利用了 他急于谈婚论嫁的心理 并不高明的骗技 才能得逞 我心里面想的就是 我给他花钱越多 我早晚有一天 我会见到他 然后就是这个心态 张强心底单纯 容易轻信别人 更重要的是 他在相亲的过程中 遭遇了很多不顺 然后现在女孩子 都觉得天经地义 他对象 花对象的钱 我都是应该的 怎么怎么样了 我好多朋友就是 上大街上 他们都说出去吃饭 都是上 上出来将近一千块钱 吃饱了一千块钱就没有了 张强也参加过一些婚介所 和网络婚介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过 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这几年谈对象 我去掉五六万了 然后一个都没谈上 然后他们都说正常现象 人家花十几万 二十几万的都有 谈不到对象的都有 虽然董志勇被拘留了 周山河街区派出所也在张强 追回被董志勇诈骗的钱财 但是张强对未来的相亲之路 依然充满了困惑和迷茫 你说董志勇狡猾吗 其实他的骗术并不高明 那你说张强有错吗 他很单纯 他容易相信别人 但这也不能算是错呀 一个单纯的年轻人 在恋爱屡遭挫折的时候 碰上了一个骗子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骗子 可这个人看透了年轻人的心思 在张强的心里 女孩们对恋爱的态度 那是用钱来衡量的 所以他才会相信 只有花了钱才能跟对方见上面 钱花的越多 见面的机会越多 所以他才会认为 花了几万块钱也没谈成对象 这很正常 那是因为你钱花的还不够 这哪是相亲呢 这相的不是亲 是物质 这谈的也不是恋爱 是钱 可惜第一个看明白这层道理的 竟然是骗子董志勇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